故事背景搭建在离我们不远的将来 由于基础资源极度匮乏 西班牙及其邻国政府为了解决困境 先是屠杀了老人 七个月后又把目标瞄准了孕妇和儿童 尼克带着怀孕的妻子米亚踏上了逃亡之路 他们花光所有积蓄 买通中间人 准备偷渡到其他国家 设置上车前对方坐地起驾 尼克和米亚已经身无分文 只好交出了婚戒 两人来到卡车上的集装箱内 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偷渡的孕妇和孩子 封闭的空间和惶惶不安的情绪 让人感到窒息 有人用电钻钻出一个孔洞 才得意撑口气 卡车在中途停下来 又有一批逃难者蜂拥而上 而站在门旁听动静的尼克 骑到了车厢最外边 由于人数太多不便隐藏 中间人便将一部分人 赶到了另一辆卡车上 混乱中 米亚和尼克被迫分开 她透过孔洞看到 丈夫登上了 标号为107的绿色集装箱 米亚给尼克打去电话 尼克安抚她不要担心 他们很快就能在港口见面 并嘱咐米亚 保管好自己的手机 食物等物品 不要相信任何人 卡车经过城市街道时 传来枪声和哀嚎声 米亚透过孔洞看到 外面已然成为人间炼狱 孕妇和儿童被强行抓走 普通民众只能无力挣扎 任人在割 卡车到达港口后 虽然各项手续齐全 一名军官还是强行打开车厢进行检查 米亚等人躲在隔层后 静声呼吸 生怕发出响动 军官在车厢内查看一番后 来到外面 然后命令手下 在车厢的尽头向外开枪 从弹孔的位置可以看出 车厢内明显有一段隔层 军官走进车厢 劝说隔层后面的人自己走出来 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否则他就下令开枪 米亚对当权者已经彻底失去信任 悄悄爬上木箱顶部躲起来 报计时最后一秒 一个女孩打开了隔板 然而 迎接所有人的 却是疯狂的无差别扫射 军官放过了一条小狗 却不愿放过一个可怜的孩童 躲在箱子上的米亚 小心逃过一劫 等到武装人员清理完尸体 关上门后 米亚急忙给丈夫发出信息 让丈夫快躲起来 但没有收到回复 紧接着 米亚所在的集装箱被装上货轮 她再次给丈夫打电话 还是没通 米亚坐下休息时 在角落发现一个背包 里面有一把电钻 半瓶水 一波老式手机 和一个荧光棒 米亚期待着 只要货轮到达下一个港口 便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不知不觉 沉沉睡去 不久后 米亚在剧烈的颠簸中醒来 很不幸沃轮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 她拼命呼救 但根本没人能听见 很快 米亚所在的集装箱被甩落大海 她也被撞晕过去 醒来时 米亚发现 自己飘在茫茫大海之上 向个丈夫打电话 手机屏幕烧坏 无法解锁 此时 还是正从空洞 不断向集装箱里灌入 米亚想要寻找求生所用的物品 打开几个货箱 里面装着保鲜盒 衣服 电视机 耳机 和一箱烈酒 她把一把军用小刀 和其他物品收集起来 然后用胶带 暂时封住了漏水的孔洞 这时 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 向外望去 只见标号为107的绿色集装箱 正快速沉入海底 米亚想到丈夫就在里面 非常着急 她把电话卡 换到另一部老式手机上 不停地给丈夫打电话 但一直是关机状态 崩溃绝望的米亚 拿出刀转被自杀 或许是泰儿感受到母体一样 为了保命 发出强烈抗议 才让米亚打消了念头 不知过了多久 当米亚睁开眼时 高出了一个木箱 差点砸了身上 转眼间 海水灌满箱体 很快摸过了她的头顶 米亚尖叫着醒来 发现只是一场噩梦 为了消除隐患 她割断绳子 放下了悬挂着的木箱 撬开木箱 里面还是保鲜盒 而保鲜盒上的密封条 让她想到一个主意 她用刀子把密封调割成小段 堵住了漏水的孔洞 又从箱子里找出一根软管 一点点向外面排水 然后借助木箱来平衡 集装箱内的重量 大大延缓了漏水的速度 并用胶带记录下天数 和最高水位点 米亚整理了一下手边的物品 除了一些工具 只有少许的食物和水 就在这时 她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原来 丈夫那一车人 被司机扔在了城外 得知米亚漂流在大海上 丈夫安抚米亚坚持住 她一定会想办法赶过来 丈夫还活着的消息 让米亚看到了更多希望 但糟糕的事情 也随即而来 当天夜晚 米亚羊水破裂 她不得不在 极端恶劣的环境下 独自生产 万幸的是 她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 米亚给女儿起名诺亚 与诺亚方舟 并把泰盘用保鲜盒保存了起来 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和水 很快消耗殆尽 米亚不想坐以待毙 为了主动寻求救援 她决定用电钻 在货箱顶部开一个出口 可就在快完工时 电钻的电量耗尽 那样一时间没了主意 由于老式手机不小心进了水 她便把电话卡 换回到自己手机上 尝试着给丈夫打电话 但还是无法解锁屏幕 失败接踵而来 她瞬间情绪失控 扔掉了手边的保鲜盒 这时 她看到那把多功能军用小刀 便用锯齿刃 一点点锯顶部的孔洞 半夜里 饥饿难难的米亚 吃掉了自己的胎盘 被困的第六天 锯齿刀断裂 而不断袭来的饥饿感 让她产生幻觉 差点喝下海水 迷迷糊糊中 她看到大女儿向她走来 之前 大女儿被武装人员抓走 大概率已经死亡 米亚非常自责 痛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 这时 从孔洞流下来的雨水 让米亚清醒过来 她急忙用宝箱盒 收集雨水备用 接着 她从罐头盒上的拉环 得到启发 用介石的绳带 穿过隔开的孔洞 像开罐头那样 用尽全力 一点点 终于拉开了顶部的铁皮 米亚抱着孩子 那道集装箱外面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天 米亚随手将宝宝的尿布 扔进海里 没想到 排泄物引来了几条密实的鱼儿 米亚见状欣喜不已 用开瓶器和长盛 制作出一个简易鱼叉 对鱼叉不够锋利 她一遍遍尝试 最后筋疲力尽 却一无所获 米亚疲惫地躺在货箱上 忽然看到 一架飞机正从上口飞过 便迅速回到货箱内 敲碎电视机屏幕 拿起一块碎片回到顶部 清击之下 大腿被锋利地断口 划出一道恐怖的伤口 血流不止 但此时她顾不上疼痛 举起玻璃碎片 试图用反射光 引起飞机的注意 但在波光连连的海面上 毫无效果 此时 米亚需要尽快处理腿上的伤口 她拆开一台电视机 找出一根弯针形状的零件 又找了一些铜线 用烈酒对伤口进行消毒 然后强忍剧痛 将伤口缝合起来 晚上 米亚用耳机线编出一个鱼网 天亮后 她让出宝宝的尿布作优尔 等到鱼儿游过来时 迅速收网 终于成功捕获一条鱼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的手法越来越熟练 捕到了鱼 根本吃不完 解决了食物问题 米亚重新振作 改进了排水装置 把集装箱内的水位控制下来 又写了很多求救信息 装进保鲜盒 丢进大海 期盼着有人能够发现 第12天的深夜 米亚听到撞击声 便抱着孩子出来查看 发现是自己之前丢的保鲜盒 飘了回来 就在这时 她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那头的声音 听起来情况不妙 原来 丈夫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武装人员开枪打中 受伤严重 她打来电话 是想和米亚 做最后的道别 米亚将女儿出生的消息 告诉了丈夫 二人还未倾诉完 手机就没了电 米亚悲伤欲绝 但为了孩子 她必须撑下去 被困的第26天 集装箱内的水位 到达最高水位线 米亚便用保鲜盒和木板 制作成一个漂流法 将孩子固定在上面 做好了离开集装箱的准备 这时 旁边的鱼骨 吸引来一只海鸥 米亚瞬间燃起无限希望 因为海鸥的出现 说明他们离海岸不远了 谁知 到了晚上 集装箱上的洞口 被水流冲开 集装箱随时都会沉没 米亚进入箱内 从水里捡回大女人的照片后 看到丈夫留给她的 唯一一个视力架飘向远处 便冒险游过去 想要拿回来 却被水下的绳子缠出了脚 此时 水位快速上涨 集装箱沉入大海 未及时刻 米亚奋力过段绳子 游出水面 但承载着孩子的木法 也不知飘向何处 米亚在漆黑的海面上 焦急无措 恰巧 一只鲸鱼游过 喷出了水花 惊醒了宝宝 米亚顺着哭声 终于找到了孩子 然后在冰冷的海水中 苦苦撑到第二天 此时的她 已经无能为力了 只希望女儿能够活久 在一时逐渐模糊之际 米亚打开宝箱盒 拿出鱼骨吸引海鸥 这也是她最后的希望 或许是命不该绝 不久后 一艘愚蠢经过 一对夫妇注意到了成群的海鸥 他们靠近查看 打捞起木法 没想到 上面竟然有个婴儿 然后顺着一根绳子 救起了米亚 他们连忙对米亚进行急救 可由于米亚已经溺水多时 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时 旁边的婴儿发出了声音 女儿也是一位母亲 甚至母爱的力量 在她的继续施救下 米亚奇迹般地苏醒过来 她抱着女儿 看到船上的孩子 以及步远处的小岛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